诶 那你学一下植物的叫声 就是霍霍 其实我觉得很快 我觉得它这个机器蛮强的诶 开盖 哇 我真的好想要吃一整只层股 Renee 这边这边这边 这么早早我来干嘛 因为之前你一直就跟我们说你想吃海鲜 对 所以今天带你来吃鹿海鲜蒸汽锅 诶 你知道我红果仁吧 如果不新鲜我真的会生气的 可以啦 这家是现捞现蒸的 所以一定新鲜 然后你看它里面有就是超大水族香 我们等一下进去就知道了 一定超新鲜 好 走 这个螃蟹我也很想吃 然后那个龙虾我也很想吃 还有什么 鱼也不错 雖然不晓得是什么鱼 不然都懒 可是我们现在频道还在炒创这一段 现在就是还 日经不够是不是 对 可是现在是秋天耶 秋天就是要吃螃蟹啊 好啦 不然你点一只给你吃吧 一只 我一个在那边挥手 诶 你说他吗 这就是他吗 他是不是想死啊 好 好啦 我觉得有一个那个推荐的都可以点一下 而且螃蟹啊什么沙公沙母都可以 没有 你们决定的就是刚刚那只螃蟹 蛤 而且他要自己付钱喔 柏柏 你刚刚不是说 那个那只很活泼可以点吗 我说他很活泼啊 但你没有说我要付钱 为什么 好啦 我们最后决定 应该是点这个双人豪华套餐 这个双人豪华套餐呢 他有虾子 生蠔 龙虾 还有冰卷 这样子2980啦 也划算 好啦 好啦 那就这个双人豪华套餐 加你刚刚那只螃蟹 所以就请服务人员 好的好的 是先用粥对不对 对 我们是先煮粥 那这边就拍18秒拍出真主了 那我们这边是先下干贝香菇粥 那我们都是第一道下 最后一道吃 采用的米的话是花莲故里香的玉红米 它比较耐煮 所以它可以从头煮到尾 煮出来的那个粥 它都会吸收所有海鲜跟肉汁的精华 第一层是文革跟赤紫 赤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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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看得到看得到 欸有欸好我看一下 超酷 哇塞 欸有欸好厲害喔 這邊都有點TACCHER那一顆 好 哇哇哇哇哇 每顆都有開 很厲害而且看起來每顆都很飽滿欸 沒錯這很重要 我覺得應該是時間有經過精密的計算吧 第一個溫水 錯 我覺得是用鐵器 錯 蛤 那我覺得 錯錯錯錯 其實是要滴油 滴油它會隔絕空氣 然後所以隔壁它會覺得它沒辦法呼吸 它就會更張開 刺嘴被 喔它看起來很不錯 文革 哇蠻鹹的很海味 可以感受到它從沙灘裡面 挖出來的過程很短 所以很新鮮對不對 嗯還不錯 其實我蠻喜歡刺嘴被 因為我覺得它味道有點接近多肉的感覺 而且它的蝦子都很肥欸 我看起來還蠻飽滿 都很大隻 我覺得它的時間計算的還不錯 應該可以吃一隻吧 給你講可以吃一隻 我覺得它還蠻好剝的啦 真的 因為蝦子新鮮就是 新鮮就是感覺殼跟肉會比較容易分開來 不然就是真的都會懶懶的 嗯 我覺得 味道很鮮 很蝦味 但是 配醬汁好不好一點 像是我們家那邊 我們吃蝦子會配醬醋 像剛剛有一個這個也是 水果 的醬汁 當季果醋是不是 嗯 畢竟吃太多也是想要化化不同的風味 那我們下一道吧 好 下一個是什麼 下一個是 生蠔 冰卷 跟蔬菜 冰卷躺在上面是 好厲害欸 原來是躺著 看起來像以前的古代國王 躺在葡萄上 我們就只蒸 蔬菜跟冰卷 生蠔我們就生吃 他就叫生蠔當然就要生吃啊不然呢 那冰卷吃到冰卷吃嗎 冰卷吃他的一個做法 我記得紅帽好像不是 然後 畢仔精神應該也不是 可是安平古堡我去過好像也不是 所以我覺得是 是 錯 耶 西台過台不是 好 畢仔精神 錯 你不是去過安平古堡嗎 對啊 我去過安平古堡我記得不是 那就是紅帽城 錯 安平古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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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稱為 藍遮城 是荷蘭人在台灣 建最古老的城堡之一 他是用 殼 磨成龜 然後加糖水和糯米汁調和而成 然後再加上磚 疊成的古堡 喔 我知道 裡面有這個成分 確實我們就是澎湖那邊有一座廟 然後他門口有一個雕像 確實他也是用糯米什麼之類的 然後每次都會跟朋友說 欸你們甜甜看 因為會甜甜的 這樣 好噁喔 只有有客人會甜 我懂了 這就是南非生蠔 南非生蠔它本身比較滑順 然後甜度比較高 比較沒有很特殊的味道 因為像法國生蠔比較會一些特殊的味道 你可以吃吃看啦 別想吃那一顆啦 耶 就真的比較滑順 好啦我可以幫你一個 好 我覺得 你們一般人可能喜歡吃一點身體的部分 但是我特別喜歡吃它 有一點點內造墨囊的味道 它真的是比較重口味耶 嗯我喜歡重口味 所以你現在吃到的是它很乾淨的口感 它殺的蠻乾淨 下一個是肉類 鳥 saint 鳥 natürlich 留個字 鼓哈哈 可以試一下 置蠔也可以 試做一下 喔 姚咚 錯 貨貨 北附時期的一本書 叫做《太平預覽》 看到什麼 也有提到說 om 嶋 城 巨下惡西 五門 過貨 膽紋 所以紋 鈍身就是霍霍 那你學一下豬的叫聲 就是霍霍 撒了玫瑰鹽肉的肉汁會更有層次 可是加了豆苗我覺得有不一樣的口感 來吃一點果醋版本 我覺得果醋你幹嘛吃 我覺得它的果醋本來就是屬於比較酸酸甜甜的 有點被稀釋掉 我覺得我喜歡那種果醋的版本 終於來了龍蝦跟螃蟹 龍蝦而已 因為螃蟹是等一下 主角要一個跟螃蟹掃 剩下的五分鐘 好 謝謝 五分鐘我其實好快喔 其實我覺得很快 我覺得它這個機器蠻強的耶 開蓋 哇 我真的很想要吃一整隻全部 請搶嗎 請搶嗎 請搶 十隻 對 好乾燥 龍蝦特是 甲殼雅門十足木 爆蘭雅木 五熬下木中的一個殼 對它是十隻腳 我只聽到十足木這個關鍵詞 很好很好剝 很好剝 畢竟它剛剛還在這邊火跳跳 差點爬出去牌子 那這個看起來很肥耶 喔你好卡滋卡滋的耶 它肉質很彈 然後是緊實的 它處理的時候它是直接幫你把殼切開 所以我就不用自己在那邊剝半點 就是只要用筷子這樣把它戳下來就好了 開蓋 為什麼會這麼七彩評分 因為就是我們覺得如果只有螃蟹 畫面看得太淡掉 我們多點了一點蔬菜 好啦這就是我們今天最後一道 增巴底 對我們現在是2比2平手 OMG Yeah 中葉餡 錯 欸不是說是什麼海參小蛋了嗎 我是不是中葉餡啊可惡 我猜是皇帝蟹 錯 蓄蟹 帝王蟹 帝王蟹 對啦 那帝王蟹是什麼 帝王蟹本名為 勘茶加米食蟹 是寄居蟹的親戚 所以它的外觀只有六隻腳 我不是八隻 今天的遊戲規則你還記得嗎 我不記得啦 輸的人要放贏的人 你知道嗎 所以你們應該有200個殼吧 梅膊乾淨 蟹黃滿濃郁的 嗯 因為它是沙母 好了一起吃啦一起吃 那我也要三匙 蟹黃真的滿好吃的 我平常真的很少吃到蟹黃 真的喔 我覺得它是滿Q的很紮實很緊實 嗯 然後你越喜歡越香 其實蟹肉就是很甜 我覺得新鮮的螃蟹就是這樣欸 不太需要有些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也把我們的 家典的沙母也吃完了 耶 然後現在最後重頭戲就是 它會把下面那個粥 一開始它放進來那個粥 喔對對對 把它收乾一點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吃 吸收剛剛那些精華 那我們就請它進來弄粥吧 那我們的粥也好了 裡面有就是我們剛剛吃螃蟹的蟹黃 還有大家一開始有丟進去的小菊被 它原本裡面就有的 我們還有自己追加 就是剛剛沒有吃完的 蝦子 的蝦子 嗯 我覺得這都滿好的 滿不錯欸 但我覺得好像可以再熟了一點 還是有一點太熟了 這還OK欸 可能我平常吃西班戟 我也是還要再輕微一點 嗯 但是它其實海鮮味已經很重 那你覺得這樣子 2981號值得嗎 就飽足感的滿意度上面 我覺得我可以給到十分 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以海鮮度為賣點 新鮮覺得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管它大隻小隻 或是它肥爽 我覺得新鮮度滿好的 尤其是用蒸的這個方式 料理海鮮 我覺得是很加分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泰山上面的沙公沙母 寫的是固定的價錢 但是大家都知道 其實吃海鮮最常遇到的就是實價 今天進貨價或明天進貨價 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我想基本上沙公沙母 現在大家都是養殖人 寄出或是進口 其實價錢不太會差別到哪裡去 對比較公開啊 對就是你看到這個價錢 你能不能接受 那你可以接受你就買 在一個都市寫的一個 比較確切的價格是比較好的 海鮮都覺得還不是最後 我以為已經是最後的你知道 結尾的料理 還有一道甜點 我覺得蠻好的 好啦那今天影片 差不多就到這邊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就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留言開啟小鈴鐺喔 如果想要再看到我繼續 撥海鮮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妳跟著那邊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這裡有啊 6789 我覺得好不算耶 不能這樣算啊 它是12345678的 不是不是 唷 嗯 是